这节课来讲一下稳定币 它是所有的加密数字货币当中的一种特殊的数字货币 什么意思 所谓稳定稳定 就是它的价格 不会像我们讲的BTC或者说ETH 这样子可能对吧 10% 20%甚至30%这样的一个波动 这些的稳定币市面上其实大家最知名的 或者说它整个的流通量市值最高的 那其实是这个叫USDT 它差不多是一USDT等于一美元 OK 那几个例子 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现在比如说我买入 对吧 我因为我们中国人 我买入我想买 我想买什么小A小王 他想买什么BTC 对不对 那他拥有什么 他拥有这个人民币吗 对吧 他拥有人民币 他应该他买的入境是什么 他必须先用人民币去买成USDT 这个大家都明白吗 再用USDT去买BTC 一样的当你要去卖的时候 是BTC卖成USDT 然后再把USDT卖成人民币 是这个逻辑 为什么呢 比如说因为我们讲说币安 币安这个交易所 对吧 他是针对他的用户 他的用户是全球的用户 所以说他在上面我们讲说有个叫币币交易 这边他是币币交易 我看一下这边鲜货 他相当于全球的用户 比如说一个美国人 对吧 人家用的是美元 那好他要买BTC 刚好我想买BTC 是吧 他不能说我又不想要美元 你懂吗 就是说他要 他必须有一个中间的 中间的这个数字货币 做一切对吧 一切法币的侨量 这样方便全球的用户来去 快速的形成这种交易 而不是说我只能说我人民币买BTC BTC卖成人民币 他其实大家USDT 他你可以理解是全球通用的 在整个区块链 在整个比特币 在web3里面 对吧 加密数字里面 他其实就是一个通用的货币 OK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正常 其实大家理解到这就够了 说实话 为什么要买USDT USDT 对不对 为什么要买 那因为他一U等于一美元 差不多七七块钱人民币 然后他基本上价格是不变的 然后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 比如说 现在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BTC 是五万美金 对吧 是五万美金 我现在比如说我买了 我买了五万美金 三十五万嘛 三十五万人民币对吧 然后呢 这三十五万人民币 我会先换成多少 我会换成U嘛 相当于其实我就买了 五万U嘛 你懂吗 五万USDT OK 五万 USDT 然后呢 我现在五万USDT 我就买成了一个BTC嘛 这个大家能理解嘛 对不对 OK 三十三十五万人民币 那我买成了五万的USDT 然后呢 这五万的USDT 我买成了EBTC 然后呢 假使假使半年 半年后 这个一个比特币 他等涨上去了 涨成了十万美金 对不对 涨成了十万美金 那个时候呢 我觉得差不多啊 我想要出掉 我要把它出掉 那到时候我相当于 我就可以又把这一个比特 一个比特币卖成十万USDT 大家能明白吗 十万个 那一种情况呢 比如说哎 我觉得行 那我就可以把它换成什么 我可以把它换成这个人民币 对吧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 OK 那我不换成人民币 我就把它放成 我就把它放着USDT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可能会觉得 哎 等以后 如果比特币再回调的时候 我再用这十万USDT 去买入嘛 不然的话 我把它提现 或者说换成人民币 人民币又充值成USDT 他这个过程当中 他会有一些 不管是交易手续费也好 他的一些小的溢价 他不是严格的 就是一美金等于一美元 我刚才讲 他会根据市场的情况 有时候会有波动 比如说最近的这个一个USDT 它就约等于7.30美金 大家能明白吗 等于7.3人民币 对 这个就是USDT的一个用处 但是我们也讲过 他还可以在币安等等去做理财 这个是基本上大家要用的 那这个我们来讲一下 它的一个定义和功用 其实刚才其实讲过了 其实比特币或者以太坊 他其实整个的波动会比较大 然后大家就有一些 如果他会用这个稳定币 来去做这个保值 来去做这个避险 OK 所以说传统的加密货币 对吧 它的波动大 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稳定币就诞生了 它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个稳定币稳定币 它背后有其他的货币 或者资产来支持它的价格 它为什么始终一优 对吧 等于一亿美元 它是要有其他的货币 或者资产来支持的 这样才能保证它的价格 基本上是锚定额一美元 OK 所以说它就让这个USDT 具备了这个价值存储的一个作用 OK 那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USDT 它一美元的一USDT 相当于它的这个发行公司 它比如说 它在市面上发行了多少USDT 它就得要去存入多少的美金 它必须要存有这样的量 不然这个价格它就会波动 这个讲大家能明白吗 OK 所以说稳定稳定 我们基本上讲的是 它的价格相对 比特币以太坊 等等它不会出现什么 百五百十甚至百二三十 这样的一个波动 它基本上就是列为一小一点点的一个变化 它相对是能够做到稳定的 OK 那比如说以美元稳定币来看 如果今天我想要发行价值100万枚的美元稳定币 我就必须在托管机构内也存入100万美元的等值资产才行 这样美元的稳定币和美元的价值 比如说假使是USDT它才会是1比1 否则的话大家就不认 那币价就会随之崩盘 所以它是这样子 我们刚才这句话大家可以看 它是用其他货币和资产来支持 这个其价值的 OK才能够保证它的价格的一个恒定或者说稳定 但没有任何东西就是它是恒定不变的 所以说它是相对值基本上一点点的小的变化 OK 这些回头我们有文字稿 大家去看我给大家讲重点 那总结一下就是它的一个作用和价值 就是它是加密货币的交易计价的单位 基本价值存储的特性 OK我们刚才讲过在就像在外汇市场 所有的法币都能和美元组成交易对 加密货币也是一样的 几乎所有的货币都能和美元稳定币 比如说USDT组成交易对 大家能明白吗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到 USDT 我们去说你看我USDT 你看所有的这种交易对对吧 我可以买买所有我想要买的 比如说我们收个BTC 是吧 你看这就是USDT 我是不是就可以用USDT去购买BTC OK这个大家只要操作过 基本上就知道嘛 好吧 你看一个是价格基本上没啥波动 第二呢方便计价 所以它就容易跟所有其他的加密货币组成稳定币 那我们在币圈经常讲的说 现在比特币是多少优对吧 比特币现在值多少优 多少美金其实一样的国际 你看比如说现在是值多少 对不对 你要花花多少 你要花51,423U 然后你能买到一个比特币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OK 这里的U就指USDT或者说USDC 这个稳定币它有好几个 大家能明白吗 就是不同的公司发行的 目前占有量流通量最大的是USDT OK 刚才也讲过如果比如说你感觉BTC会暴跌 对吧 但是你又不想说直接把它卖掉又变成人民币 因为你后面还得买很麻烦 那你就可以把BTC换成USDT 让它开始涨回去之后你再重新买入 这个就相当于通过它来规避下跌的一个风潮 然后交易成本相对就是我觉得 首先是比较方便 它可以方便 比如说不管你是美国韩国对吧 俄罗斯哪个国家的人你的法币不一样 但是大家都可以换成USDT 然后去交易各式各样的加密货币 OK 然后相对而言的 但是每次交易的你相当于会给交易所对吧 或者说矿工 它会有一定的记账的一些手续费的支出 OK 那稳定币的分类 这个要给大家去科普一下 稳定币也有好多种类 基本上大家主流的可能就知道的就是USDT 它是法币稳定币 它的价值会和法币锚定 比如说USDT它是和美元锚定的就1比1 那欧元稳定币的话 它可能就是对吧 e欧等于什么样 那法定稳定币背后会有实质的资产背书 比如说发行100万美元或者1000万美元 它就要存入100或者1000万美元资产 这样才能保证它1比1 OK 然后这个是法币稳定币 然后目前最广泛使用的法币稳定币 是美元的稳定币 相当于USDT它就是用通过美元来锚定的 OK 然后还有什么USDC FDUSD等等 然后加密货币稳定币 另外一个种类叫加密货币稳定币 和法币稳定币不一样 加密货币稳定币背后是由加密资产 加密货币资产来背书 这个是他们的区别 大家要去理解一下 OK 而不是法定货币或者债券 股票等资产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DAL DAL 它的发行商叫什么Makedal 它会写好一个智能合约 然后由这个合约来自动处理 它的发行事页 用户只需要将加密货币抵押进 智能合约就可以拿到到 OK 在定义上 你是跟该智能合约借出了这个DAL 当你要还这个DAL的时候 你支付一笔这个借贷利息 系统就会将你当初质押的资产给你 同时这个DAL币也会销毁 OK 然后它有个特殊情况是什么 因为加密货币的价格波动比较大 所以加密货币稳定币 它不会像法币稳定币一样采取1比1抵押的方式 我们讲说法币每以美元稳定币来讲 对吧 我要发行100万个 我就要存入100万美元 OK 但是加密稳定币 加密货币的稳定币 它就是要超额抵押 因为比如说这个DAL 它其实是用以太坊来抵押 对吧 你想你要抵押的比例超的是150%到200% 它才会给到你150% 1.5或者2比1 1.5比1或者2比1这样的一个比例 OK 这样的因为以太坊它会跌 它要确保在发生波动的时候 依然能够维持它这个EDI等于美元 OK 比方说我用以太ETH作为质押品 借100美元对吧 的这个DAL稳定币 那这个智能合约就会要求我抵押150%到200美元的ETH 我才能借到这100美元 因此ETH因为ETH它会有波动 对不对 当我抵押的ETH比如说跌了之后 低于这个1.5倍 它就会自动清算仓位会调整 相当于这个智能合约会给你去调整 确保DAI的价值 OK 然后还有个点要注意就虽然DAI背后是有以太坊 以太坊 ETH支撑 但是它确实和美元锚定 而不是和以太坊锚定 大家能知道吧 而不是和这个以太币 因此相当于EDAI等于美元 而不是等于EETI OK 这个就是关于加密货币稳定币的一个说明 在结束的时候我们还会具体聊聊这个DAI 很有意思 然后还有个叫什么商品稳定币 它可能就不是通过美元 它是用黄金 银 天然气 等于这种贵金属作为抵押品 这个大家有个概念就行 然后最近有代表性的商品稳定币 比如说叫DGIX PAXG都是黄金稳定币 前面这个是每枚代币用一颗黄金做担保 后面的话是用一盎司 OK 坦白讲这两个我也没怎么了解 因为也用不到 还有个叫算法稳定币 这个简单大家有个概念就行 又称演算文法稳定币 它不像前面提过的稳定币 它的背后没有任何的资产来背署 然后算法稳定币是透过去中心化的智能合约 演算法来控制货币的流通量 藉此维持稳定币的价值 当稳定币的价格第一挂钩的法币 法定货币时系统就会开始减少市场的代币供应量 促进稳定币的价值回升 大家去理解一下 这个也不太用得到 反正你有个概念 然后知道他有法币稳定币 加密货币稳定币 商品稳定币 算法稳定币 我们最主要其实用得到的就是法定稳定币 OK第二个其实加密货币稳定币有个概念 我们后面会去讲 第三点我们来讲一下稳定币的一个风险 其实相对还好 但我们要选择最主流 对吧 人同样最大的 比如说基本上大家可能更多用的就是USDT OK价值脱钩 比如说你看任何稳定币都可能因为市场因素而和价锚定的标的脱钩 事实上就连交易量最大的法币稳定币USDT 2018年的时候也发生过一次 历史最低点达到0.6美元 因为正常它是1比1 2022年的时候你看乌克兰俄博战争 然后乌克兰的法币可能就是对吧 大家不信任 然后就全部拿去购买USDT 他就让USDT一下子超过了1美元 可能正常是1比1对吧 然后他就涨 他就有波动了 在特殊状况下本来的稳定币相当于他的波动 波动的让你会觉得他怎么变成像比特币以太坊一样 怎么有没有那么稳定 OK但这个是极少有的这种特殊情况 第二个其实就是一个相关法规人不成熟 缺乏监管对吧 像有些稳定币 他可能项目方对吧 因为他比如说USDT 他还是有一家中心化的公司去发行的 OK那可能有一些小的小的一些 这个项目方小的一些稳定币 哪怕有些大的 他还是有这种极小极小的可能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2022年的这个事情 他就会导致 但除非他这样一动 相当于其实整个这个币 他以后就不要玩了 但你能明白吗 其实这个是一个信任 他但凡又出现一次 那可能他就保不住他的USDT的地位 所以说一般而言 这种概念会是很小很小 除非你的资产真的达到巨额的一个程度 那你可能会对吧 你可能会换你比特币提到钱包 不然的话一般都没什么问题 就仿佛你问我说 必然交易所 我把资产放到必然上面 有没有问题 你想必然是全球最大的交易所 24小时不眠不休的 类似于一个赌场的 他抽成对吧 交易费一天可能就能赚好几个亿 而且是美金 你觉得他会搞这样的一个让自己的这种交易所的人设坦达的事情 不可能对吧 这种概念是很小很小 所以说一般就是USDT 他也是这个国际 但是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单数可能性他肯定有 但是非常非常小 OK 还有一个挤兑 大概就是这样子 反正风险的任何东西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东西 就是百分百确定的没有任何一个风险 但相对而言 他基本上 你就看大家实际都在用 对吧 他的共识 他的用户激素 OK 然后你看他这种出这个问题 他不讲武德 搞小动作的代价 所以大家为什么就像我们投币一样 我们为什么要投比特币 对不对 如果是长期持有 为什么要投以太坊 我们选择稳定币的话 我们为什么会用最主流的 对吧 USDT 或者说我用的是币安交易所 用的比较多 有时候我要去币安去新币挖矿 我可能也会换一些FDUSD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OK 后面的话就基于不同的法币稳定币 以及DAO 给大家去具体每个币去讲一讲 那为什么他要叫USDT 我们首先就要知道 比如说美元大家知道叫USD 对吧 他的货币代码USD OK 所以说是寄这个来的 然后你看我圈起了这个地方 USDT FDUSD USD CT USD 这些都是稳定币 OK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USDT 他后面有个T 这个T 这家公司 这个币 其实他叫泰达 他叫泰达 OK 所以说他其实你看 Tether 所以说他相当于就叫USDT 用美元 后面加这个公司的一个 英文字母的一个 首字母 OK 泰达币 这个中文叫 是一种法币挂钩的数字货币 OK 他是通过什么 协议在比特币 区块链上 以代币形式 首次发行 每一个发行 沟通的泰达 都以美元 一比一挂钩 他相对应的美元 总量存储在香港的 这个泰达公司 OK 相当于就一个泰达 为一美元 相当于持 持有人可以将这个 将这个泰达币 引述的法定货币 一起赎回或者兑换 或者兑换成比特币 OK 他的价格永远以法定货币锚定 然后其挂钩发行的存储量 也永远大于或等于流通中的币量 这个是他的一个情况 然后他的市值比较高 970亿美元 这个是占占有 占有整个稳定币的市场 好像是80%还是多少 反正就是低 OK 你看这个叫泰达币 泰达币的市值 然后这个泰达币 后面的T代表泰达 他的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去记住USDT 他这个代币的符号是这样来的 然后这个是比特币 这个是币安上面 我们去搜 对吧 我们去搜这种 可以去找到嘛 可以点开 然后但这边 我看这个币种信息 显示的是比特币 我要我要把这个USDT放在前面 他在看就是那个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OK 是不是 他就会显示 我们想看任何一个币的信息 我们就可以先打开 这个他这个交易队 然后在这边就可以看到 这个说一下 排名 你看他整个整个的这种排名 他是 比特币以太坊 下面可能就是这个USDT OK 然后呢 流通数量 然后呢 发行总量 等等 官网啊 白币书啊 区块链 浏览器啊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 比如说他这个 区块链浏览器 我看我是不是有贴链接 大家都可以去看到 比如说我们点一下 那你能在这个上面就能看到他的一些数据啊 对吧 那我这个网怎么实现不太好 那就出来了 对吧 就能看到啊 反正这个大家要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在这个币安这个页面去看一看 包括他的白币书 包括他的官网 OK 这边我就不给大家展开说了 然后第二个呢 是这个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FDUSD 为什么叫FDUSD 你看他们都有USD这个符号 他是全程叫FIRST DIGITALUSD 所以他用了他的这个FD两个这个名字前面的这个缩写嘛 OK 他是由香港的一家叫FD11的公司发行的 然后呢 大概其实也是一个稳定币嘛 他相当于其实也是以一比一的兑换美元 FDUSD呢 他是纯属放在了独立的银行账户中 然后呢 他有第三方的监控和审计 相对于保证他的一个对吧 项目方不会说你发行了多少 但是没有实际放到银行这么多的美元 所以说他其实是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监控和审计 这个也是我们选择一个稳定币的一个 第二个了解的一个判断的点 一个是他的一个共识拥有的用户多少 第二个呢 他是不是有一些稳定的监控和审计啊 OK 然后呢 可以在以太坊和BNB链上使用 那其实用FDUSD可以在币安器挖矿 这个大家已经知道 然后呢 用FDUSD也可以直接买以太坊买比特币 OK 他基本上可以功能跟USDT差不多 OK 这个是他吗 FDUSD一种1比1美元支持的稳定币 那你看这边我从他官网解个几个经常遇到的问题 我怎样才能获得FDUSD 那如果是行业关键参与者 金融中介机构或者有一定地位的专业投资者 符合条件可以直接找这个公司发行的公司购买 对吧 但是散户就算了 人家是不接散户的 第二个呢 其实散户其实也不需要去这个公司去买 那我们其实直接通过二级市场交易所直接买就行了 OK 然后他的流通量这也都没什么大的问题 大家都可以去看到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为什么要相信 FDUSD他始终等于1美元 对吧 然后呢官网给到了 他是经由1美元或者等值供应价值的资产完全支持 我们在一开始就讲过他是有资产或者说美元来支持的 它的价格不会对吧 来保证它的价格 OK 然后这个资产呢 你看安全的存储在受监管的机构或者账户 然后呢 所以因此提供了他稳定的一个原因 那我如何兑换对吧 这个呢 其实我们讲过如何兑换吗 就是当我有FDUSD 我想把它换成美元换成法币一样的 其实那正常也是去交易所去卖掉就行了 第三个呢叫这个USDC 它是这个叫USD后面有个Coin 它现在也是美颜带美颜稳定币 USDCoin后面的C你可以以为是Coin 它是这个Sircle公司 由这个Sircle公司首次宣布 OK 然后反正就大家要知道这个C又怎么 不然的话你就脑子很晕USDTUSDC FDUSD 是不是 那你就有点晕嘛 我们要去理解这些字符 它是如何 它背后字符缩写的背后是什么 其他的我就不延短的去讲 这个是281一样的 我们也能看到对吧 那这个它的一个介绍官网白皮书都是有 还有一个呢叫这个TUSD TUSD OK 它是有这个Trust Token Trust Token 然后它这个T T就是因为它这个Trust Token 一样的也是它这个前面的这个字符 字符来这个缩写来的 OK 它是Trust Token 资产标记化平台的一部分 是一种记忆区块链的稳定币 然后呢以美元价值挂钩 在这个系统当中 美元存储在已签署托管协议的银行中 而不是由一家公司控制的银行账户 OK 这个就是大家具体去了解 比如说我们讲泰达BUSDT 跟FDUSD 对不对 跟这个USDC 这个TUSD 它背后的这种对吧 审计啊监管啊 它这个美元到底是放在哪 大家可以去了解 就是我们要去判断哪一个稳定币 它更稳妥 更保险 对不对 它有很多的角度来看嘛 那USDT因为它的共识度 它要是做小动作 它的代价是足够高的 因为它现在是龙头老大嘛 在稳定币当中 对不对 它能赚很多钱啊 那它就不太会容易 对吧 它成本太高 它不太容易去瞎搞 那第二个呢 就是它有没有公开透明的 或者说有些这种 可监管和审计的一个制度嘛 OK 然后呢 具体呢 大家回头去看 我更多呢 是给大家简单 简短的过一过 理一理 而不是说 大家看到就是有点傻傻分不清楚嘛 好 然后呢 这个是12亿美元 这几个都还是排名不错的 然后呢 这个链接 其实大家谷歌一搜 就能看到它的一个排名嘛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 泰达USDC 对吧 然后这个DAI后面会讲啊 Force的Digital USD就是FDUSD嘛 这边呢 就刚才讲的TUSD啊 还有什么USDD啊 很多 但后面呢 基本上注意力有限 我就不讲啊 后面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讲这个DAI 它是特殊的这个稳定币嘛 我们讲稳定币有三种法币支持的 加密货币支持的 对吧 还有我们讲的是那个什么算 这个叫啥 这个叫啥 这一下太忘了 叫这个算法稳定币啊 是不是啊 OK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看这个关于DAU 那 嗯 这个是它的官网啊 官网上说的 就是了解一下它作为稳定币的优势啊 其实所有的稳定币 它肯定优势都是价格波动小嘛 然后呢 和以太坊啊 比特币相比 它肯定更适合汇款和支付嘛 对吧 是一种不错的存款工具啊 所以说当加密货币的价格波动时 大家就会把它放到啊 这个稳定币当中 比如说USDD或者DAU都讲过 第二个呢 就是它没有边界嘛 其实也讲过对吧 不管你是美国法国啊 德国啊 韩国中国 所有人都可以去用嘛 对不对 我们都可以换成稳定币 然后去币币交易去买 所有我们想要买的这个加密货币 或者说把它换成稳定币 去变成啊 对应国家的一个啊 法币嘛 OK 然后呢 它和USDT的一个区别啊 这边讲一讲 它是什么呢 就是DAI的供应链 它是由用户锁定的 抵押品数量决定的 然后呢 是由智能合约调整的 那泰达呢 是由这个泰达这家公司 发行的中心化的稳定币 USDT发行是由 它根据市场的需求而进行的 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锚定都是以美颜为基准啊 但是它的发行不依赖于实际的美颜 或者存款承诺啊 相反DAI的价值锚定是通过抵押品锁定机制来维持的 OK 然后呢 一个是其中心化的稳定币嘛 一个是中心化的稳定币啊 反正就是这是他们主要的区别 那我们说说第八点啊 网上找到一篇 我觉得讲讲的比较好的 把它复制过来给大家去讲一讲 OK T USDT对吧 它每铸造一美 代币持有一美元 准备金 啊 锚定为一美元 虽然它是规模最大 且使用最广泛的稳定币 这是它的一个地位 现在啊 在20年的时候日交易量就达到300亿美元 但是呢 它的存储金保存在个金融机构 对吧 金融机构 用户不得不去信任这家公司 作为一个实体 它确实如他所说啊 拥有啊 对应金额的一个美元 对吧 因为它毕竟是一种中心化的 法币抵押型的稳定币 那DAI呢 它是通过加密货币 比如说以太币啊 来抵押生成的 DAI的价值是通过由一个 去中心化组织的协议和智能合约 实现最终和一美元锚定 在任何给定的时间 用于生成DAI的抵押品 都可以很容易被用户验证 所以它是一种气中心化的 加密货币作为抵押的稳定币 记忆前五大稳定币的市值 我们可以看到 泰达啊 就是USDT 嗯 约占80% 肯定是龙头主导 但是呢 DAI的市场份额啊 虽然只有3% 但是呢 它的这个增量很快 对吧 从20年开始让它呃增长了4% 4000 OK 然后的话 它我们讲讲说场景吧 刚才其实讲过了 那 这边其实这家公司嘛啊 卖 这个Maker是一个运行在以太坊的智能合约平台 它拥有三个代币 一个叫一个是稳定币赛 一个是带啊 然后呢 二者皆通过算法一美元锚定 然后呢 它置给的代币MKR 然后呢 SAI呢 它被称为单抵押 单抵押的DAI 它仅支持以太币作为抵押倍数 DAI呢 它其实被称为多抵押 相当于它除了这个以太币 它还可以用这个注意力币BAT 作为抵押品牌倍数 OK 在未来可能还会增加其他的一个资产内型 作为它的抵押品 OK 那为什么你会锁定价值更高的ETI 来发行价值更低的DAI 而不是直接出售你的加密资产来获得美元 对不对 那那就有不同的场景 比如说我现在需要现金 但是我 比如说你现在需要现金 并拥有一种你相信未来会升值的加密货币 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可以把你的加密资产存放到这个金库当中 并通过它来获得资金 但你明白 你现在需要现金 但我也不想出售加密资产 对吧 出售之后可能又要纳税呀啥的 那我就可以通过DAI贷款 投资杠杆 OK 然后怎么去获得吧 这个刚才讲过 OK 这边是我用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讲人话 对不对 讲人话是什么 比如说我有一百个以太坊 对吧 现在以太坊 我就先按三千美金 现在实际上可能是两千九百美金 那相当于我就拥有了三十万美金 对吧 二百一十万人民币 那我觉得以太坊 我感觉它以后会涨 对吧 半年一年之后它会涨 假使会涨到一万美金 但是我现在 我是要用钱 我急需要用钱 那我就可以选择用以太坊 去抵押 换起DAI 对吧 一DAI等于一美元 对不对 相当于我就没有把我的以太坊给卖掉 因为它后面会涨我什么的卖 但是我现在又缺钱 那我就用我的以太坊去抵押 去换了 其实你可以理解 就给你用房子去银行抵押 换钱 那你后面当你还的时候 你要支付利息 对吧 但这个利息跟这个房子的增值 跟这个以太坊的增值相比 那就可以忽略不计 或者说是一个划算的买卖 这样大家能理解 OK 然后支付相应的利息 那它肯定比我卖出更划算 这个就是这个DAI 大家会用它的一些场景 其实就那次以传统金融方面抵押贷款 对吧 我不管是用房财汽车去抵押 换去法币 然后支付利息 第二个场景 就是比如说我有100个以太坊 我最近可能某个币 比如说比特币 或者某个代币 它的涨幅 它的价值挖地 对吧 有好的窗口 在这个时间窗口 我的现金用完了 我没有多余的现金流 再去买这个代币 那我就可以把我的以太坊去质押 对吧 我来换取 所以说它是气中心化的 可以以太坊作为抵押的资产的稳定币 OK这样讲 大家应该就知道 对这个DAI就有一个概念 OK 然后我们接着说 这个我关一下 因为这个飞出最多45分钟 它的工作原理 它是一个气中心化的一个稳定币 没有中心发行机构和 其他的这个美颜对标 锚定的 这个是它的本质区别 OK 然后透明度 其信任 高的通信 对吧 工作原理 它其实是一种抵押借贷的机制 OK 有哪家公司发行的 这个就不说了 然后它的一个应用场景 刚才讲过 然后最后的其他基本上就OK了 这个就这堂课35分钟 这个密度还是有点多的 简单复盘一下 就是什么叫稳定币 为什么需要稳定币 对吧 因为方便全球的人 大家去使用 大家去使用 方便它这个 对吧 价值的这个币显存储 这个是稳定币的一个大概念 然后呢 后面呢 讲了它的一个分类 对吧 然后呢 另外提了一下它的风险 其实基本上 大家就用最主流的 比如说USDT 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 然后后面的记忆每一个 对吧 我们选择了四个 去讲一下 它为什么叫USDT 它为什么叫FDUSD 它为什么叫USDC 它为什么叫TUSD 对不对 然后然后呢 后面着重 又给大家科普了一下 这个加密货币稳定币 对吧 DAI是以以太坊来质押的 OK 大家理解一下 基本上这个视频看完 你对整个稳定币 可能的知识的了解 就超越了90%的人 不然的话 传统大家可能只知道一个USDT OK 这节课就这样 拜拜